好 我们来讲这一条 就是1043题 它就说我给你一个array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array就是切割 然后那切割 每部分的切割 它最多有k个元素 就是k个元素 然后呢 切割完之后呢 然后每一个 每个subarray呢 它就是 会把它的每个元素就是变成里面最大的元素的值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现在切割 我就这么切割 我切割一下 切割两下 那就是我这里面元素全能变成15 因为是我最大的 那么这里面元素就全能变成10 那么10是最大的 那么最后就变成这个了 那么再把这个相加 就得到这个数字 就是它的最大值 那我们来做这些的话 也是用一个dp的方式 我们是用一个dp的方式 好 那我们思路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我们 我们现在是10 1 5 9 7 9 2 5 10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是a数主 然后我们有一个memo 那么memo就是一个dp 我们就 我们就要用dp的形式来做这些 那么一开始的话 我们dp 那么一开始这个地方就是初始化为1 就是我们这些初始化 就是把这个元素就给它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initial max 那么initial max 我们一开始是等于1的 然后呢 我们就是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初始呢 初始什么东西呢 就是初始前面三个数字 就是前面三个dp 那么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因为第一个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找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我当我i等于1的时候 其实当我i等于1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再处理 我们给个编号 那么这是0123456 那么i等于1的时候 我们要处理就是这个地方的值 那么我们就看看 这个地方所对应的15 对吧 这个地方所对应15 它是不是比它要大 那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initial max把updition15 好 updition15之后呢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i加1 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i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是i加1就是说 我 就是要算我这两个位置的最大值是多少 那么i加1 i加1原因 因为我的indial才有个0 你看 完了之后呢 就是那个indexmax 就是我用它来乘以这个i加1 那么这i加1等于2 所以我就是用15乘乘乘以的话 那就是30 所以我这个地方应该停的是30 就是它这个地方 最大值应该是30 然后另外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i 我们就把i挪到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i挪到这个地方来 挪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 再来找 看看 看看我这个地方 它就它这个值是不是比例 是不是比initialmax 是不是比它要大 如果比它要大的话 那我们就把15换成它 就换成7 那么显然它7并不比15大 所以我们这里其实不用做这个动作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用i加1 就是i加1 就是我这个地方index 就是i加1 那就是三个元素 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算这三个元素 那么再去乘以15 就是15 15才是已经有的那个最大元素 然后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乘以15 那就是45 ok 那么这个就是45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初始化 就是把我们dp做一个初始化 那么 比较复杂的就是下面要怎么做 那么下面 我们做的步骤呢 就是我把这个i 就是我现在是把i放到这里面来 就是从这里开始数 然后相当于就是我会变利所有的i 我会把我会把所有i都变利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 就变成了 然后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有个current 然后 其实它这里current就是说 在prepare这个 再测试这个地方就是dp 在准备dp的值 然后我们有一个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submax submax就是说 我现在就是 就很自然 就是对于前面三个数字 我们去算它的做点值其实是很好算的 因为 我要做的 我要做的就是它 它这个位置就是把做点值 然后乘以所有的i 因为它这里k当然就是三个 因为它这个k就是三 然后我在这里也是用最大值 就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它是前面最前面三个 它是不需要考虑 它是不需要考虑这个之前的东西 就前面前面已经没有东西了 就是它才是一开始的 好 那我们就现在 然后我们就是从 i从这开始开始在变利 然后我们就是 就是 我看一下啊 我知道了 就是相比我i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来来告诉你 这个地方的点 这个地方点是它的partition的一个 partition的一个末尾点 就是它的partition 我换个意思 就是它的partition可以是 可以就是只是一个元素 或者是两个元素 或者是三个元素 它就是 针对于i等于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把三个partition的可能性都算出来 但是算这三个可能性的时候 就是有点复杂 就比如说 我看一下 就比如说当我只 就当它在这个点 就是它 就当我这个partition它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 我就是要用它来加 来加它这个地方值 就是它以前 那个dp在这个地方的最大值 或者呢 或者是我 或者是我现在就是把它当做一个partition 把它当做一个partition 然后呢 再用这个partition的一个最大值 来加上这个dp锁在这个地方的值 然后再进一步 我把它当做一个partition 就是它当做一个partition 这么话肯定好久 我们就冲进 说起来 就是把它当做partition 也就是把它当做partition 然后再 然后再就算前面一个部分 它们的一个最大值 或者是我把它当做partition 把它当做partition 然后再或者再把前面当做一个最大值 好 就是用这种方式 那我们具体看看怎么操作 那我们 那我们做的时候呢 就是 我们会一直来更新 它那个subarray的一个maximum 那么怎么来定它subarray的maximum 就比如说我 当我把它当做subarray的最后一个值的时候 如果是它的话 那么它是最大值 如果是它的话的话 那么它才是最大值 对 我们所以我比较是是这么比较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需要用一个j 用j来代表这个partition的大小 我们这partition大小它就是最大值是k 那就是从1到k都可以 所以我们就相对于就是我的把它当做一个 他就是把9当做 把9当做是那个partition最后的元素 然后就一个一个的往前去扩展 好 那么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当我的j等于1的时候 也就是我现在 那也就是我现在只是把9这个位置的值当做一个partition 然后那就是因为我这个partition它只有一个 所以我不需要跟其他的人比 就是我自己比跟自己比没有意义 就是我自己是不是比自己大 就因为我j等于1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i等于3对不对 我j等于1的时候 其实i等于 所以他这算就是我的3-j加上1 那么我j等于1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3 所以我在第一步说 那就是自己跟自己比没有什么意义 好 那么假如说我现在 假如说我现在j等于2 那么j等于2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现在它的size是2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partition是在这个位置 那也就是让你看一看 就是这个值就是i-j 就是3-j加上1 也就是2 也就是2这个位置 也就是2这个位置 然后看看它的值是不是比submax要大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ok 其实9 submax我就是97 它跟9并不比9要大 所以这个针就跳过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是开始算这个memory 就是我们去拿到它的这个 就是拿到这个位置的那个dp的值 相对于就是i-j 那就是我3-2 对吧 3-2 那么我们3-2 也就是我dp在这个位置的值 然后再加上它所能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值 那就是我用submax s38乘以j 因为我接线size是2 那就是2乘以9等于18 那相应也就是说48 那么也就是我当前这个位置 我的current是可以变成48的 然后呢我看到那个current是比那个memory 就是当前这个memory要大 48 对 因为之前那一步的话 我们这里是9 就是就之前的current是9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9变成48 然后变成48之后呢 然后我们又把这变成48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往下面再走一步 就是我现在j等于3 j等于3 然后我现在就相对于就是我的i3-3等于0加上1 就是 天下 有点卡可 稍等一下 当我们的j等于2的时候 那就是我3-2加上1 当我当我j等于3的时候 那就相对于我要去把那个3-3加上1 就是哦对就是对了就是把这个位置的值就是 把这个坐标不是30啊 把这个坐标所对应的那个 嗯 我我我画的好看一点等一下 看颜色就是 呃相对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值 呃因为我现在3-3加上1 也就是a1了 a1就也就15了 然后是看看15 看看15跟 呃那个是9哪个大 那么显然就是15比9大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要把那个subsum变成15 然后呢 那么这个是15 然后然后这时候j呢就是啊 j就是3 然后我的memory就是我们要找dp这个值 那他那他等于1 嗯那那他就等于1 那就相当于我们这得的是46 对吧 我们current等于46 那么显然就是我们46跟40 就是我46 嗯 等一下就是我40 46跟48呢 就是啊 就是就是我46跟48呢 就是啊 并不比较大 所以我48就保持不动 然后呃就是用这种方式 我们就是 呃把这个i等于3的时候算出来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 呃跳到对吧 i等于4的时候 也是用类似的方式 呃 来来 来一个一个来update那个dpdp的值 呃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算得那个 呃 呃当我们算了 呃算了最后一个dp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把他这个东西给 呃给算出来了 呃 我们就直接把它反过来 反过来就可以了